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术的时机正是以巴紧张情势升高之际 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昨天正式揭幕 巴勒斯坦人在加萨边界进行示威抗议 以色列军队开枪射杀术10名示威民众 使得以巴紧张情势加剧 今年2月 82岁的阿巴斯前网纽约联合国总部 向安全理事会发表演说 顺便在美国接受健康检查 2016年10月 在事先未公布的情况下 阿巴斯在约旦河西岸住院接受心脏功能检查 一名医生当时表示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阿拉法特 2004年去世后 阿巴斯成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 他支持美国主导的尾巴和谈 但这项和谈于2014年破裂 发生了很多时间 阿巴斯成为了 阿巴斯成为了 彼此水军中 阿巴斯成为了 阿巴斯成为了